大家好,歡迎來到佛誕的映画春秋 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影節電影,怎麼辦? 我們沒有看過《釋迦瑪麗佛傳》 不,難道每年都過一次嗎? 是啊 找年去看了什麼?《大唐原裝》 你去看吧,大哥 《大唐原裝》曾經是成為中國的奧斯嘉代表的 神經病 我們今集當然會說一套 一套有很多殺生的電影 殺生的電影 佛誕那些殺生的東西好像不太好 是啊,我們這次三套都不太好 今集的東西都很不長 真的有很多茄汁 先說一套近期的大熱電影 死事異 有沒有人去看2B級版呢? 沒有 其實原來2B級 有人說剪了兩秒 其實不止剪了兩秒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呢? 電檢子是怎樣? 電檢子沒有寫說有刪剪過的 很明顯是電影公司有另一個 比較乾淨的版本拿去送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知道有些國家比較保守 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些回教國家比較保守 電影公司要迎合這些市場 或者大陸也是 他會有一個比較乾淨的 他會特意拍一些 暴力鏡頭 他會特意拍一個比較乾淨的照片 然後應付這些國家 後期不要放那麼多血下去就可以了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做《亡情緒》 其實都是訪視的 大陸有上的 還沒有生戰的 但是他有些場面是有後期加工的 我記得 好像日活軟線加 加上底衣服給他 即是說到有一幕 我女主角全裸上的東西都很愁 他會加一條肉筋下去 所以他終於加工的 這次其實《死事》 因為我有朋友看2B的 因為他陪女兒看 他陪女兒看 他陪女兒看 那女兒幾大 那女兒未夠清 那女兒十六 那她說 十六都好一點 可能三、四歲 但她看《死事》這麼開心 當然不會 這個父母也挺開通的 那女兒十六歲 十六、十七 之後她說 沒辦法 她都逼不到她去看三級片 那她說她看完之後 其實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可以好展 因為我們跟她對話 那些劇場口其實她是有的 咦? 但是有一個場口 原來是沒有了 原來是 那裡都符合了兩秒鐘 那不如我們看一看 其實我們這次說《死事》 是會爆誇張的 即是我們都會爆一點情節 因為如果不然 我們都沒有什麼可以這麼說的 那 那 那兩秒場口是什麼 我講的那兩秒場口是什麼 就是 死事 你記不記得她被人腰斬了之後 她還要伸腳仔 那裡有盧JJ出發 即是那幕她是向這個本能致敬 那裡其實會是剪那裡的 其實剪了那裡 剪那裡嗎? 反而不是剪被人抹開了兩邊 不是 她說有 其實為什麼會剪那裡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因為始終她的下半身都是一個 叫做小朋友的動態 可能容易令人聯想到那些 可能兒童色情 whatever的東西 剪了那裡 因為我問她 你有沒有看到抹開 有啊 然後我們對回 你見不見到她的腳有JJ 那裡她說她看不到了 她說 抹開那段她會不會感到血呢? 應該不會 我想其實是 其實不奇怪 因為如果很多 就是以狼人武士激戰為例 其實她出碟的三角版本 是加了一些血上去的 可能她只是後期的時候 那些血沒有落得那麼明顯 即是看日本那些卡通片 有些太過暴力的 電視台Sensor那時候 那時候 黑色的 她把血整黑了 黑色的 那個什麼 就是了 School Day 我們看公影版 即是電視版 它是黑色的 就是站在旁邊蜜汁 是的 然後去到碟 你才看到那些蜜汁 重回銀幕的 大哥 我們這次其實說 你們大家看 有什麼感覺呢? 死事二 因為死事一 其實我是很努力去想回 究竟她在說什麼 都有一些印象 即是覺得 記得她口箭 記得她女朋友被人拐 記得癌症 記得癌症 但其餘我又不是很大印象 其實死事一 她當時 叫做 那麼好口碑 殺出身血 不是說她的劇本有多好 而是她當時做的那樣東西 是沒有人做的 因為原本死事這個project 都沒有的 是不知為什麼 聲稱是流了那些 即是內部一些片段出來 好像都幾好 那些人就 那些人就 不如你拍吧 不如你拍吧 因為那時候是 泛濫得很厲害的超級英雄片 那時候你記得嗎 剛剛拍到死屍之前 才播了兩套DC奶夜片 這個 陸燈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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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死的了 陸燈俠 陸燈俠 上次看 不要這樣 2011年的作品 好像找回她的倉巴 因為那時候 可能狼人一 又口鼻一般 是啊 其實狼人一是很糟糕的 我想說回一點點 狼人一 其實大家都記得 裡面是有死事的 是 但是毛尼拉庚 他把那個白癡導演 把死事的角色大逆轉 毛尼拉庚封了她的嘴巴 然後把那個角色 所有的性格全部抹掉 當時狼人一出來之後 很多的漫漫漫漫是吵的 就說 為甚麼你改到亂了 改到死事的樣子 其實當時的電影出來 都被人吵 不知道 很多東西都被人吵 我記得當年你們說過 他的特技真是愚蠢到 特技很有層次 故事其實也拍得一般 唯一可笑之處 是他的Openland Credit 是拍得很好的 如果奧斯卡 有這個最佳片頭上 他是可以拿到的 之後那些就 大家看過就算 那蘭雷諾斯很可憐 他拍完這套 之後 接著就是綠燈盒 綠燈盒 簡直是劣平如潮 正所謂Netflix 看回綠燈盒 你看到綠燈盒 又是層次分明的 即是無力 你是覺得那些CG 抹一些綠色光 在綠燈盒上 很可憐 因為綠燈盒 當時來說 就是 導演作風 可能老套一點 不少吧 所以其實這套戲 你說是不是很差 那時候不是 但是很老套 都是這樣 然後再看 蘭雷諾斯 當時和導演 是很不和的 合作是不愉快的 整件事是 導演之後 都去了拍英倫對決 正是嗎 成龍那一套 是啊 那一套說不差 變了 其實又 DC 就是 蘭雷諾斯 那一期的人 也不太好的時候 死事 沉了 那個project是停了的 之後 那段 內部視頻流出了出來之後 那些人好像都挺有趣的 不如拍吧 電影公司見群情洶湧 好像 有利可塗 給少少錢出來拍的 很少錢啊 真的給少少錢出來拍的 其實 上一集 死事的時候 說到不是說 什麼budget不夠嗎 在影片裡面踩 他不是說 你這麼大間 X-Force的屋 又是只有兩個角色 他說 你可不可以找少少配角 出來襯一下 其實今集 都有這個笑話出現的 那這些他是特地的 當然 今集 因為上次真的是 刀仔巨大樹 因為上次是當時應該 《Force》拍了這麼多 《Marvel》系列電影來講 是最賺錢的一套 是 不是《Marvel DC》 不是 《Marvel》 《Marvel》 因為他簽了《X-Men》 《Pathetic IV》那些 那些 他們手上有的版權 其實可能之前的《X-Men》那些 都OK的 票房 但是去到死事 一下子 少少錢拍出來 收到 7億 過了7億美金票房 很誇張 是的 它的製作成本是不高的 所以 所以 你這麼賺得 當然是 馬上賺錢給你拍續集 其實《死事2》 曾經有人問我 如果我沒有看《死事1》 進去看《死事2》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想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看《死事2》 最好你有相關的電影知識 尤其是對《DC》和《Marvel》 那些戲 如果你有看的話 我覺得進去看 那些賤格對白 會更加入全神 還有我會看《X-Men》 那系列會更好 會 還有《James Bond》 還有《James Bond》 這部電影 我覺得跟《X-Men》的關係 會比較大 因為相比第一集 第一集 其實你不是很各有 那些 變種特工 那些異能人士 但 《死事》的角色 都是在《X-Men》 那裡再衍生出來的 一個角色 因為這集裡面 開始有《X-Force》這個團體 其實《X-Force》 跟《X-Men》有些關係 原來有人問過 為什麼《X-Force》那個出場 其實我覺得整部電影 最好笑的是 你以為《Gabel》是壞人錯了 你進場是完全兩回事 跟你看《Trailer》的感覺 我覺得這集 一定比上一集好 她的故事 她的劇情 都有橋段 有鋪排 那一刻 是 我一個驚喜 因為本身 大家看《Trailer》 一定是想著 看那些東西 是啊 原來進去兩回事 原來進去看 咦 原來不是 原來你有扭計 是啊 是扭計 所以那裡是 一個很大的驚喜 再加上它裡面 很多 打破第四道場 它是極度打破了很多 大佬 一些Gat位 不斷穿插的時候 就變成 真的都貫徹到水澤的風格 又好看了 還有它裡面呢 它裡面有很多驚喜 客串 之後已經流出了 Brad Pitt原來 是真的去片場拍的 那一幕是 不奇怪 雖然我覺得那個樣子 好像卡下去 嘩 我簡直是看不清楚 因為太快了 很快的 那裡是 其實是超級賤的 那個位置 其實那裡是很搞笑的 是他有個 即是有個角色 叫做 Finisher 那一開始 那一開始 你可以去看面試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 真的有這個人 你知道 Peter也能入到 是啊 那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Finisher 那原來在機場 Finisher真的會出現到 他真的 起碼會有一個 是那個降落傘 真的原空了 哈哈 哈哈 然後他還有很多 Peter其實差一個亮點來的 我想說 其實 因為Peter 甚至乎有 即是開始謠傳說 為了Peter 另外再拍一些東西出來 延伸下去 神經病 然後他其實呢 那天在X-Force裡面 你都看到有些卡士 你都會認識的嘛 那些演員 咦 這麼快就玩完 其實我想說 他套戲2B級呢 你只是X-Force 那班人的下場 都不止2B 但其實很恐怖 其實有些是 但他拍完之後 你又不會覺得很害怕 其實那個就是你猜不到 因為很驚喜 你想著 你搞這麼大壇的 宣傳又玩這麼多的時候 一定很重的氣氛 是啊 然後他就 你猜錯了 少年 少年你太年輕了 好像Gable 你以為 終極打了Gable 原來他後段 不是的 原來有一個更加厲害的人 在那裡 其實那個是X-Man 天啟那個 好像有出現過的 那個角色是 不過你現在是CG的 整隻東西 還有那隻東西 為何要戴面罩 就是防止 被人家的心靈感應到 因為他是X教授的哥哥 義父義母的兄弟 是啊 是哥哥 然後其實他戲裡面 他裡面也有說 他戴了頭龜 因為他防止他弟弟 偷聽他 這個角色應該是 原祖X-Man三寶 他裡面 第三集有出一個角色 好像雲尼宗斯做的那個角色 沒錯 那個角色 但是他最好賤 他找那個 鋼鐵人去跟他打 其實死事那句話 是非常賤 其實他太多賤格的對白 但是這個賤格對白 我覺得太好笑了 是找兩個CG人打錯他 你們兩個打 其實你想想 你看看 有幾個笑 那兩個真是CG做出來的 就是CG鍵下去 其實他裡面 很多打破第四道場 這次是極度打破第四道場 其實他意想不到 開波無奈 你已經意想不到 然後繼續下 就是因為某些原因 令他很傷心 然後他就 加入了XBOX那間大宅 其實在大宅 大家真的不要睡 裡面有一兩秒 突然間有一堆人出現了 是 還要是死事那句 搞錯啊 這麼大間屋 又只有你兩個配角 你找多一點配角出來 這次的預算多了 突然間出現了 但是那裡應該真的只有一兩秒 一兩秒 你一定要很留心看 然後呢 出現完之後 然後就說他出旅行 出勤 做訓練 然後就認識了 就見識了那個死肥仔 那死肥仔的名字好像叫火霸 好像是 火霸 火霸 好像是很噁心的 這個名字 是 今年 第一 他的名字是火拳 還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直接說他的綽號 是 只是說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 變成死事 我要保護這個死肥仔 是 這個死肥仔 其實如果你有看的 有一套 叫做什麼 什麼 之前有一套 澳洲片的 其實那個死肥仔 是紐西蘭演員來的 然後再繼續拿 就是說 去到監獄道 原來監獄道 是他們有個裝置 是可以將他們的異能制止 死事在那裡 已經是傳 一帶了那個東西 那些癌症又回來了 就想著他已經沒得救了 等死了 就在那裡 沒有了 這個人就出現了 我找到那套戲 那套戲是什麼 《野生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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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看那套戲 然後 《野生暴》出現了 原來他要殺的 是死肥仔 其實這些 電影簡介都是我講的 然後 死事為了保護死肥仔 就要和《野生暴》 對抗 故事的簡介就是去到這裏 頂他 去到中段 他竟然扭了 整件事都扭了 因為他一直的宣傳 其實我覺得他是好的 可能都吸收了一些 可能之前 《野生暴》的一些 《野生暴》的宣傳 寫錯誤的策略 好像《王家特》《江二》 一早都爆了 《哥林肺夫》會走出來 那就沒有這個驚喜了 是啊 那這次他不是他的宣傳 是做得好 就是他不會 不會自己穿自己的橋 如果你是觀眾看的時候 你會 咦 真是鼓勵不了 原來你這樣玩 是啊 肥仔叫Rossel 然後他為了保護Rossel 死事就要訓身解 要出盡所有法寶 但他又激怒了X-Men的鋼鐵人 之後呢 他唯有自己做一對X-Force 在那裏出現了一個 其實比較受歡迎的角色 叫Domino 那個女生 Domino就是 那個樣子有點像少美琪 為什麼你可以聯想到少美琪 當然年輕少美琪也很漂亮 他也很漂亮 Domino的異能是很奇怪的 原來就是這個幸運 他說他是幸運的 但是跟某一個設定一定有些出入 好像Evan Dead Proof 其實他除了超級復原能力之外 其實也還有其他 其他的能力 就是不包括這個打破第四面場 就是可能他會有一個 可能瞬間移動的 其實戲裏面都沒有用到這些設定 就是他也都避免把角色寫得太厲害 不能玩 就是變成他例如 就是有些 還有他XFORCE裡面 每一個角色 真是本身 本身畫畫裡面都有出現過 對 但是其實他終於沿著 XFORCE真的很快 就全部都領了便當 就是真的有這些人 變成大家也都猜不到 原來他會這樣玩 是啊 好 然後就剩下Dormano 然後就殺入去 然後怎樣發現 肥仔Rosso住的那間孤兒院 原來是一些虐待異能人的場所 然後怎樣Rosso和Gabel 因為Gabel是來自未來的人 原來和Gabel是有關係的 就是引引言言 然後故事就是這樣發展的 其實說到那個孤兒院 其實我看到很少人會說 或者會留意一件事 因為那個孤兒院 那個不是真的孤兒院 不知道叫什麼 異能治療院 對 我會聯想到FORCE 其實他有個project 叫做Lil Milton 是啊 因為我們會出現的 其實會不會這個療養院 就是Lil Milton裡面的那個場景 會不會有關係 本身就是一百年頭上話的 但是首先延遲到19年2月 現在再延遲到19年8月 他未拍好嗎 但是延遲完再延遲 我不知道是那套戲的品質問題 還是什麼原因 會不會有關於這個 迪士尼收購FORCE 也有影響了他們一些發展的計畫 可能跟那些排期的關係 因為還有一套X-MAN 那套叫Dark Phoenix 就是19年2月上話的 可能是電影排期的關係 所以令到那套戲不停地延遲 然後他總之 其實今次 為什麼我們說死士會精彩 第一集呢 除了他的故事 其實比較完整一點 我覺得是比較完整一點之外 他裡面 死士那些 其實今次 阿蘭恩雷樂士 是有份參與這個編劇的 我覺得他是 將他自己很多的想法 我覺得他本身已經融入了死士 這個人的角色 可能他本身這個人也是這樣 其實他這個人也是這樣 你看他跟他的朋友 或者他老婆 經常都在打打咀炮 是 他的人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變了他會用更多的心機 更多的精神 會跟死士同化了 所以你會覺得他這個角色 今次是比較靈活很多 而且死士也都將他的演藝事業 再拉去一個新的高峰 將他推到谷底之後 有同一個角色可以翻身 很難的 所以今次他是 氣弱了很多DC的場口 氣弱了很多Marvel 他還要很賤到 Gable 他直接說 Gable 是說 他直接爆到他 什麼灰龍 你說什麼 很賤 還有 你是否是DC來的 你這個人這麼黑暗 你這麼黑暗 其實 George Bowling 除了灰龍之外 其實他也拍過一套 DC comic改編的電影 那套電影是跟 Megan Foss有份一起做的 是不是Punisher 不是Punisher Punisher 也是Marvel的 那套是叫什麼 John Hicks 還是什麼 是不是 是 香港直接出的 叫什麼 巴面殺星 巴面怪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George Bowling 也是兩邊陣營都有拍過的一個演員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有看DC 你有看Marvel的戲 然後再看X-Men 其實我跟你說 最初那個音樂盒 已經超級賤 如果你有看Logan 你已經懂得笑 我看那場 那個音樂盒出現 其實全場人都已經笑了 我那個場 差一點 因為我看那個場人都滿座的 但是就 有些可能真的 你要熟一些電影的位置 你才會知道 原來他在玩這件事 那件事 我那個場比較多 外國人 其實有一句對白裡面都很笑 其實他一開始 遲到 他就說 沒有 撞到兩個人 有個斗篷人 和另外一個人打架 我兩個媽媽都叫媽婆 然後全場都在笑 其實有些零聲的大聲笑 其實如果你有看Batman 你會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很詭異的場口 當年是 給別人 你想到他們兩個打面 不打那個理由 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兩個老母 都叫媽媽 原來大家老母 同名是可以 當沒有事情發生的 所以這也是戲弱 所以你一定要有看 然後他其實 其實他出一個open credit 都很賤 他是不出那些導演名 不出那些名 然後他還要是 他玩 為什麼他那一刻 我會這樣 我以為我看《國產007》 他還要配上 Slideon的歌 還有他特地的 因為他的風格 是很James Bond 那些open credit來的 還有他開頭說的那個故事 他女朋友的遭遇其實很 坦白說其實很老套 是啊 他就是要這麼老套 他就是要這麼老套 然後他裡面說很多東西 其實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被你說中了 我覺得他有些 我看到他的感覺 他好像在看周星馳電影 那種幕後的風格 反而他有很多事情 他很勇於透過死事 以這件事去戲弱 甚至我自己很欣賞 就是上一集那個女生 X-Men的女生 那就是公安舒服 是給一個女朋友 是啊 不值指你做的 其實這件事 沒有一套Marvel電影 或者任何超級兵豪電影 是有這麼公開表明去做這件事 而且他不斷戲弱Gable 他說Gable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整個種族歧視人 哈哈哈哈 那裏是很搞笑的 那個人就說 一個白人就說自己是一個 卓下就是一個 不知道 黑人 黑人 然後就 你為什麼殺了他 他是我的朋友 你們種族歧視 所以你這些一定要認識一下 才好笑 然後他 你記不記得他 阿基寶他因為來自未來 他不是問他三個問題嗎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什麼叫龍卷沙 那套叫做飛沙風中轉 對 香港都叫龍卷沙 對 其實龍卷沙 我要講一講 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龍卷沙現在拍到第幾集 因為其實龍卷沙好像不知13-14年 就開始拍第一集 那現在是18年 拍到上太空 不知道第六還是第八集 現在你去Netflix看 就可以看到第五集 神經病 因為他 我們老實說不差 雖然他的橋段是很溝溝溝溝 但是 他真的以娛樂片來看 他是爛得來 他是有娛樂性的 很爛得瘋 他爛得瘋 你會唯一挑 他的橋段是太天馬行空 就是 鯊魚可能被龍卷沙捲了出來 他不會死 還可以咬死人 還可以咬死人 那些是差一點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是挑剔的 原來他還有一個是 thumbstep 其實大家都不太懂的 thumbstep是一個 你當作是一種音樂類型 就是玩一些很重低音的 一些Effect出來的 而且他的戲裏 其實死事是說的 即是Gable說的 Gable才能聽thumbstep maybethumbstep是很難聽的 但這件事我就要問回 一些比較熟悉的 這類型音樂的朋友 其實我又不太懂這件事 但我又不是很喜歡 dumbstep的那個feel 我覺得很吵 不是很老套的 感覺是 那他裏面有很多這樣的戲 很幸運地 因為你初以後害怕 糟了 他會不會好玩 很多美國本土的東西 那又不會 其實他真的很符合全世界 那些人的接收那件事 當然你要留意電影 很多電影的東西 你才會懂得笑 其實這部電影 感覺好像很壞 但我自己會覺得 就像一部拿正牌的 一個Superheroes movie 對 惡搞事 當年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部電影叫做超低能特工隊 有啊 他也是去契約超級英雄電影的 只不過這次是由一個 超級英雄去做這件事 他用A級的價錢去玩 就是拿正牌去玩一些Marvel DC 我就是這樣玩 吹咩 但是這幾天 這兩天終於公佈了 其實原來連Matt Damon都進去玩 其實Matt Damon和Brad Peet 他們都挺能玩的 因為Brad Peet 因為他和導演很友善 所以本來Gabel的角色是Brad Peet做的 但誰知道Brad Peet呢 因為他家裡不可以 所以他就沒有做Gabel 但是Brad Peet在看著什麼呢 不知道他在看著自己的project 他在看著什麼 他在《喪屍每日戰》的時候 拍續集都不知道拍到哪裡 但現在因為他都受到V2的風霸影響 他也是一個被批評的人士 所以不知道他之後 星圖會不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角色就變成George Brolin做 當然導演叫他來客串玩一下 他也來 那Matt Damon又來玩一下 和Anthractic 他兩個演員是化妝 做了特技化妝 去飾演那兩個 大家原來想不到是他們的角色 那兩個在說廁紙那兩個 就是Gabel在未來穿梭過來的時候 你不是有兩個鄉下老呢 兩個老鄉下肥老在說 究竟你的廁紙是怎樣用的 原來這兩個人就是這兩位了 但是那一段戲的對白都是有個典故出來的 因為本身的編劇和蘭雷樂士 曾經有那一段對話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放進去電影裡 這樣就變成了開頭這一段 就被Matt Damon去做 然後我們想不到最好玩的就是那個彩蛋 那個彩蛋 但是我很遺憾 我有朋友說他看那一場 竟然有人不懂得笑 即是當那個《狼人一》 那個第一代Depal出現的時候 竟然不懂得笑 我自己都忘記了 原來有這樣的Depal的角色 我記得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說 伊朗雷樂士又做回Depal 因為他好像想撥亂反正感 其實Depal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親自去跟電影公司談過 他說不如你讓我做回 其實當時 即是當時 《狼人第一集》未出來之前 都有 不知上了 沒多久都說 其實會繼續 每一個角色都會延伸樂響 包括Depal 只不過實在吐氣 那個《平衡大三》 令到很多東西都腰斬了 所以當時《狼人一路》上去談過 談了很久 當然你現在知道他成功了 已經在做第二集 所以他在戲裏 一定要解決兩個 令他最大陰影 一個就是 眾所周知的《律登盒》 第二個就是 這個第一代的Depal的角色 其實還有 有一些小到識傳 其實當時他們都想 再談一下 Chris Evans 回來扮演《啪力火》 但是你覺得Chris Evans 會不會再回來玩 我想Chris Evans 會 但是他就說 度來度去 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最終就放棄了 是的 所以其實那個驚喜度是很高的 然後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但是我就偏向喜歡那邊 因為我覺得看完之後 喂 他連最後那首歌 你已經播完了 對 突然無緣無故播出 最後的Credit 播了幾分 不知道兩分鐘的 超後歌 然後 為什麼會這樣 他真的瘋到最後那一秒 都不會放過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因為 看很多超級片紅電影 尤其是大家 早幾個星期前 才看完《復仇者聯盟3》 沉到爆 沉到這樣 你製作一套開心片 都要了 這首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看完之後 真的很歡樂 原來他最後 其實他最後都是在說 《復仇者聯盟》 那樣東西 但是Depal 他是快先一步 就不用分兩集來做 就是那個解決方式 其實他會不會繼續拍《復仇者聯盟3》 不知道 但是應該會拍《X-Force》 但《X-Force》 有沒有《復仇者聯盟3》 應該主要是 Cable 《復仇者聯盟3》 和《Dominion3》 這三個角色 《Dominion3》 我覺得這一集 其實氣氛又不算很多 但是他很出 但是他很出 其實他氣氛 算他是女主角 算的 沒有什麼女主角 Vanessa不出來 很久就這樣 但是我看那個彩蛋 Vanessa會不會繼續出現 會 其實第一段彩蛋 應該真的跟故事發展時 是的 那之後那些就是玩的東西 玩的 當然我也希望《復仇者聯盟3》 繼續煩Hugh Jerman 煩到他頂不住 走出來就最好 是的 Depal說到這裡 那一會兒回來 說兩套 又是不太適合自己的 那一會兒